欢迎收看威力奇惚银 大家好 我是奇货威力哥 早盘的整个走势呢 有一点点惊心动魄 因为早上第一根小时 小时的这个K线呢 在 逢这个 前两天的一个相对高的这个位置呢 出现一个调节的一个卖压 那这个出现时间点很妙啊 刚好是在这个现货 开盘的一个时段所出现 那在往下杀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他已经跌破了下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卡 那到底今天的一个找盘行情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震荡吸盘 再往上拉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 今天在现货市场最主要的部分呢 在于鸿海 中华店出席 所以呢 他影响到加权指数的全值大概是44点左右 那 威哥自己在找盘看到的一个情况呢 更是认为说 这一批 往下杀的这一个力量呢 很有可能跟 7月3号 闪跌这一个 这一批的这个势力啊 有一点点 雷同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可能侦测到 开盘的时段现货有一个 异常偏低这样的情况 赵宇宙昨天的这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表现是相对不错 那 可能呢 这一批人呢 是比较偏重在一个比较城市派的部分 可能早上没有做功课 那一早呢 因为这个现货指数呢 一开就开低 除息的关系开低 所以他们可能 系统就判定说 这个现货市场的一个 步伐有异常的一个开低的情况 那所以呢 可能触发了他系统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讯号 那早上的攻击的讯号 他跌破下方一个支撑的一个关卡 威力哥当然也认为说 这看起来好像是蛮有攻击力道的 看起来像是一头狼 那结果呢 在跌破关卡之后呢 就出现了这一个 疑似 互盘的一个资金力道进场 去做一个拉抬 当然在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些 这一个法人是认为说 这个融卷的这个金额有点偏高 所以这个嘎空行情可期 所以变多空双方的势力在这里做一个纠结 那纠结之后呢 第一个小时呢 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收盘的位置呢 他依旧是 站在这个重要的这个整理区的 这个形态关卡 整理区的形态关卡之上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早上呢 发动攻击的这一根 K棒 这一根K棒 看起来呢 他不太像是一头狼 他反而呢 有一点点像是一头肥羊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连续三次做了一个攻击 都是在早盘的这个时段 卫哥只能认为说 这样子的一个控盘手 第一 没有在动 今天不是很认真 而且这个手法有点老派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即使你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头 一头狼 那这样子的一个攻击的一个做法 如果还没有跑的话 那 那很有可能就是披着 狼皮的一头羊 那当市场发现这是一头羊的时候呢 通常呢 就会准备 猎杀他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如果 今天早盘的这一根K棒 他真的是一头 四血的狼的话 好 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态关卡呢 也就是 也就是在这一个 昨天的这一个相对的 昨天的一个相对低 相对低的部分 相对低的部分 也是昨天的这个 夜盘相对低的部分 他一定要往下破 因为你今天 昨天的相对低呢 如果没有办法在今天再一次 往下破 并能收在这个位置以下的话 那他这一阵子所做的攻击呢 通通都是无效的 通通都是无效 那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一批呢 在这里纠结震荡呢 甚至像早盘今天的这一根攻击者呢 就很可能呢 会被 往上带 很可能会被往上带 我讲过 那 你想要当一 一头狼当成的 被市场发现 你就是一个手法拙劣的一头笨羊的时候 就很可能会被 展开屠杀 很可能会被展开屠杀 好 那我们再看回来 整个市场还有什么重要的一个讯息 为什么要看重要的讯息 因为我们要去评估说 到底后市的方向会往哪一个方向走 到底现在市场上关注的题材是什么 比较重要的部分呢 当然最主要是下一个礼拜 美中将进行贸易谈判 那讲各位你从 谈判的地点选择的位置是在上海 虽然有市场新闻去传设说是跟这个1972年的上海公报 有关啊 但是 我一个个人就是认为说 一个重要的一个谈判的场合呢 应该还是要选在 北京或者是 美国 白宫 华盛顿 但是从 中方所挑选的地点来看 似乎中方呢 对于这一次 这一轮的一个谈判呢 其实是 相对态度来说是比较偏冷淡的 所以应该不需要赋予太大的一个期望 另外一个消息呢 最主要还是在科技股的部分 在这个美国的一个科技股 也就是晶片股的部分呢 涨势相对的凌厉 不然也是今天呢 带给盘面上呢 这一个 驱赶狼群 最主要的一个力量来源 那当然科技股的一个走强是非常有希望的带动这个走势持续的走强下去 但是 前提是后续必须要能够持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力道 不要说 今天 晶片股走强 明天这个网络科技股大幅走弱 那就会底下掉 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表示行情有可能要持续震荡一段期间 直到7月底 直到7月底 联准会的利益决策出来为止 那 威力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一个情况 就是说整个市场还是预期降息的几率比较偏高 那另外我们从目前这个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一个状况来看 从欧洲日本 到美国 几乎都是大幅度的在 往下做一个修正 那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更是创下了这一个 118个月以来 118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的一个数字 所以在这个部分 相对于 整个基本面的评估来说其实是 比较负面的 那也很有机会加深 联准会 这个降息的一个几率 今天要去留意的市场焦点欧美市场焦点当然就是今天在欧元区是他们的利率卷益 那在这个美国部分 会放在这个耐久财订单 耐久财订单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的经济状况好不好 民间企业是不是有 有意愿去 更新他的一些设备 或是采购一些设备等等 基本上都可以从这个耐久财订单的数字里面去看得出来 那ECB的部分呢 当然是很强烈的预期他应该 在今天会做出一个降息的一个宣告 因为我们从英国的这个新任首相 上任之后的一些措辞来看 他是一个很强烈 坚决要脱欧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首相 那 在这个脱欧的一个风险对整个欧洲 不确定的一个情况之下 相对来说这个欧洲应该会采取一些预防性的一个动作 所以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在今天 就会宣告降息的一个动作出来 其他的比较重要的各位大家 画面上也看到了 今天Google 要公布他的财报 其实Google 公司其实就是Google 只是他当时 在Google他自己本公司上面又成立了一个叫字母 Alphabet 这家公司 那所以 其实Google 本公司其实就是Google 还有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网络电子商业的一个电子商务 这样的整个夜盘的相对来说 包含美国的部分 应该总是都会相对比较精彩一下 那提醒大家做好风险的管理 那看完台子的技术面的部分 整个架构呢 从原本的偏多转向于 要相对比较保守 我们可以看到指标呢 目前依旧是一个偏多的状况 威力指标 他还是在中轴之上 他还是一个偏多的架构 那相对来说威力哥为什么说大家要 抱持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 看法呢 就是因为 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五日线 已经 已经 因为这个连续 三天的一个 相对高的一个整理 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K棒都有上下引线 今天再次呢 去攻破这个五日线 那如果今天的收盘没有办法站上五日线的话 在扣底效应的一个情况之下 五日线很可能会往下弯 那各位你要去留意 五日线跟圆月线的距离呢 其实非常的一个近 这样近 所以呢 如果今天五日线没有守住没有放量的站到五日线上并且收上一根 幅度呢最少要1%以上的一个红棒的话 那跟你预期 这个五日线很可能就会持续往下 甚至他很可能五日线会跟月线呈现一个死亡交叉的现象 这个现象如果发生 通常往下都还会有一段 修正的一个幅度出现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提醒大家留意一下 那再看到董波段的部分 当然 威力哥今天讲了 这个好几次的狼跟羊 讲的当然就是这一根 有60分钟 K棒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根K棒早上 试图在 往前 想要突破近三个交易日的一个高点 才是失败 失败之后呢再加上现货市场的一个开盘 现货市场的开盘 可能 这个 部分 部分 一些这个可能技术做的不是很好 市场经验不足 不用怀疑 不要以为法人都很厉害 法人通常都是这样 写程式的不懂市场 懂市场的不太懂程式 通常都是 懂程式的对市场一知半解 而不是懂市场很厉害 但是对 程式的整个 程式交易的整个设计架构一知半解 觉得自己很奇怪 写出来东西很两光 这种现象呢 其实还蛮常见的 所以呢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今天的一个除息造成 造成的这个系统的一个误判 因为系统没有考量到 现货大幅出息的状况 当然只是很单纯去侦测市场有没有异常的波动 但是没有动脑袋去 思考说去告诉系统说这个异常的波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以今天的这一根K棒 我一个认为呢 跟前几天 你像是这个 这个礼拜一 或者是在7月3号这个攻击的这个讯号有点像 特别跟7月3号 有点类似 那如果不是系统很笨呢 那就是什么呢 也表示呢 这其实他就是一头羊 可是他常常在幻想自己是一匹狼 那往下攻击的过程呢 遇到了一个护盘的力量 遇到护盘量 你可以说是老虎 狮子 那在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反复 那到底呢 今天呢 这一根 小10K棒 他到底是 一匹 适取的 还是待宰的羊 那就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看 昨天夜盘的一个相对低 有没有失守 那如果呢 昨天夜盘相对低 守不住 那他表示呢 这一头狼呢 攻击的力量还不错 攻击的力量还不错 那如果不是呢 今天反而呢 在这个收盘的时候 早盘收盘的时候 还站上 还站上这个 比如说昨天夜盘的一个高点之上 站在五日线之上 然后站在昨天的夜盘之上 那你不用怀疑 那不用怀疑 表示多方在这里防守的 这个意愿非常的一个强烈 甚至很有可能 持续的往上 持续的往上去挑战这个整数的关卡 那如果你对威哥刚刚讲这个重要的关卡还不是很清楚的 其实 我们把它换到一分钟K你就可以看得 相对比较清楚 其实大概就是在 早盘开盘时段的一个相对 最高的一个位置跟 今天呢 往下刹发浪攻击讯号的时候一个相对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目前看起来的一分钟K的部分呢 在录影这个时段来看 它还是一个比较相对弱的一个情况 比较相对弱的情况 那虽然说60分钟K的部分呢 它是指标是翻红 可是呢 可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力道 逐渐的在萎缩当中 直接萎缩当中 所以简单讲 就是这个多空纠结的一个行情 似乎还没有摆脱 因为真正重要的市场讯息还在后头 这种状况还是有可能持续 那我们的这个粉丝 或是我们的这个会访朋友 最近 的一个行情 肯定也会有受到影响 但是威哥必须告诉你 你只要撑过这个 你只要撑过这个黑暗期 怎么撑过黑暗期 你只要做好资金控管就好 然后务必 去受到短期的一个震荡的影响 因为它越是震荡后面 所带来的一个带方向的趋势呢 通常就会越大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只需要撑过 这一段 只要做好资金控管 通常呢依照这个历史的数据告诉我们 只要 行情纠结震荡一段时间之后 后面通常都会是大行情 通常都会是一个单方向的大行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只需要沉入器 做好你的资金控管 事实上 即使他纠结震荡 其实他的损益也不大 所以不需要去太过担心 只要撑过这一段 后面大趋势 来临的时候 依旧可以像我们5月6月一样 还是很有机会像5月6月一样 500多点600多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不需要 被眼前的一个纠结行情 所影响 那最后我们要看的是 这一个选择权的部分 选择权的部分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因为 月底的联准会 即将揭晓 到底是降息还是维持不变 即将揭晓 那所有的这个重要财报也差不多在下一个 下一个礼拜 月底之前就可以大致 几个龙头的企业的财报大概都公布的差不多 那大概行情也会 在一个纠结到一个断论之后走出一个大趋势 那既然在这样的一个预期之下 假设算你 也搞不懂到底呢 他会往上还是往下 那你也没有像威力哥的这个威力指标 一个这么简单易懂判别的指标 可以告诉你趋势变动方向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像威力指标这种 借用买翻绿空 踩到两色黄线就观望 这么好用的指标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判别 到底行情会往哪一个方向 去做喷出 你可以参考 用选择权 买方勒势策略 同时压大压小压长压底 那只要行情图获 突破这个铝月价的一个区间 并且 往那个方向 往上走的大概100多点200多点 基本上这个波动率在 脱离这个纠结的空间之后 波动率在瞬间 在那个一瞬间 波动率往往都会 呈现走扬的状况 会有利于买方的权利金的走扬 另外的当他 呈现一个单方向突破走势的时候 突破走势的时候 通常 这个 权利金的一个 这个上涨的一个速度 因为delta值的关系 他会慢慢的这样 往上做一个走样 所以在这种纠结行情的时候 反而是你去布局后面大行情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那在 执行的部分 当然你可以选择 用组合式的 富士单 下去 进行这个规划 你也可以 把它拆成两支单式 因为买方的部分 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 但是你记得一定要用浪价的方式进场 最好是用FOK的方式 就是让你的比例要能够一致 那你如果是挑一个比较冷门交易时段去做布局的话 比如说中午的在11点45到 11点 55分左右这样的时段 类似像这样的时段 行情比较闷的时候 大家准备吃饭的时候 再去布局 当然你就可以 用浪价 但是这个比例的部分没有关系 你就 反正有哪一个单哪一边 口数不太对称 你再去 稍微做一个调整 基本上那个价差也不会太大 那 在 面对 纠结之后的一个大喷发 你看不懂 他到底用哪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其实最适合的就是买方的一个乐视 或者是这个买方的跨市 但这个跨市的部分因为他都是买价评 那实际价最高 实际价的成本最高 所以在这个部分 唯一一个是 是跟各位讲 因为这个百当的区间 大概100多点200点 所以我们选择用乐视的部分 相对你的 买方的这个成本 会比较少一些 买方有一个重点 就是资金控管 你不要 听到说后面有大趋势 后面有大趋势 然后 压哪一边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重压 各位 你要去知道 万一 万一 美国又在联准会之后 又搬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题材 比如呢 又 又这个美国呢 又突然向中国市 中国也给予善意的回应 大家又开始乐观期待美中贸易谈判 后续为什么发展 行情又要开始纠结 那行情纠结的对买方的乐视就不利 因为他时间价值会快速的递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应该是要提醒大家 永远都要去为 可能的损失 做一个打算 所以呢 千万不要压重厂 你还是要做好你的资金配置 以买方来讲 当然最好不要超过你重资金的 比如一成 比如说一成 那你还是一样 该停利就停利 该停损就停损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针对 整个台子跟 选择权的部分 跟大家做的一个重点的整理跟分享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最后祝福大家 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发大财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